这至少说明了三点 第一 发展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 是中美两国的主流民意 第二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美要合作 不要脱钩 要对话 不要对抗 是美国工商界的强烈呼声 第三 中国的发展进步 具有长期的确定性 美国工商界 与中国的合作热情 没有变化 对中国发展前景 和市场记忆的信心 没有变化 我愿强调的是 中美经贸关系 有着强大的根基和韧性 去年在多重冲击的背景下 中美两国贸易额逆势增长 这表明双方合作的条件和机遇 是客观存在的 开展经贸合作 是互有需要的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 9亿劳动力资源 1.2亿市场主体的发展中大国 中国市场的潜力不可限量 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可期 中国乐见美国在华企业 获得更大成功 将一如既往地 欢迎美国和世界各国企业 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进程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新业 提供协助和便利 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